第11题将夹以两物体悬掉于天平上如右图所示 已知AB等于BC等于C租等于租1 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放手后左端下起 我们看到我们的甲这边呢 AB跟BC所以它总有两格 利弊是两格 然后利呢有10 所以呢利局有20 而以这边呢 它的利弊C租租1也是两格 它的利呢有20所以算是40 所以呢右边的利局大于左边的利局 也就是右边会下起 所以呢放手后左端下起是错的 那么选项B 把甲移到B位置以不动则左端下起 如果我们把甲移到B位置 他们的利弊就会变得更小 那这个利局就会变得更小 而我们的以不变还是跟原来一样大 所以仍然是以的利局大于甲的利局 所以仍然是右端会下起 所以选项B呢是错的 那么选项C 如果将乙移到租位置 而甲不动则可平衡 那么甲不动它的利局还是一样 2乘以10叫做20 那我们把乙移到了租 那么它的利弊只有一格 那么它的利重量呢是20 所以也是20 就发现这两个是一样大 所以是可以保持平衡的 所以选项C呢是对的 那么选项租把甲一道B 以一道租则左端下请 我们把甲一道B 我们的利弊呢 从两格变成一格 那我们从以一道租也是利弊呢 从两格变成一格 他们的利弊都减半 可是失利没有变 因此他们的大小关系也不会改变 仍然是右端下请 所以租选项也是错的 所以第11提问我们说 则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若将已移到租位置 而甲不动则可平衡